我没有上班的时间 应该是超过十几年的 我最大的收入呢 目前都是主要来自投资 也是在我刚好来YouTube的阶段性 应该这两年就是我一个 起大运的一个开始 终于在这十年把我的策略 稳定的测试出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Ria 这一集呢要来分享 我这十年没有上班的心得 就是我怎么活过来的 严格说起来 其实我出社会之后没有上班的时间 应该是超过十几年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适合在公司体制下工作的一个个性 简单说一下 我从国中的时候呢 就知道去工厂自己去问人家 有没有缺人 然后我做事非常的效率化又很重点 打工起来就是收入也还不错 之后呢就会去做一些 例如说咖啡厅啊餐厅等等之类的 我本身是一个蛮爱赚钱的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上台北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模特儿 模特儿行业呢 它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境的一个工作 是稳定的工作 但是它的收入确实蛮高的 我当初是想说想要去台北闯一闯 知道自己的竞争能力如何 一毕业我就马上上去了 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下来 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因为感觉那个行业是没有未来性的 我就大概知道我的个性 我是不喜欢被挑选的 但没有办法嘛 所以呢我就开始找有什么工作可以不用跟人做接触的 又可以不用在公司制度下工作 又可以赚大钱的一个工作 的杂志翻了全世界的十大赚钱的一些排行榜 然后发现里面有投资这个选项 我就觉得没有错我想要选投资 但说很多人说投资股票非常难 我就是想说既然有人做得到 凭什么我做不到 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冲了 那这十年下来确实 非常的磨练了 非常的困难 那想要知道我这十年的投资心得的话 另外再开一集细说我的这个十年的投资心得 不适合在公司体制下 因为我发现公司都会有很多人 然后会有很多的小团体 再来呢它确实是一个充满表面的一个世界 我可能比较适合就是专注于在我的行业里面 专注在我的专业上 知道我自己的个性 我就开始去琢磨说怎么样 透过不上班来赚取收入 让自己可以生活活得下去 所以呢我总结了 十个心得是我的历程 就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 因为不见得就是只有这十个 首先呢为什么我可以踏上这一条路 第一个呢就是我降低我的开销 基本上呢我是一个没有物欲的人 例如说女生喜欢保养品化妆品 或是买包包 基本上我都没有太大的这种欲望 那我又是极简跟断舍离的遵从者 我很喜欢丢东西 所以呢基本上一开始先大幅降低我的需求 那我也从台北的租屋回到老家 所以呢我降低了乌房的一些支出 那平常吃的话刚好我本人对吃没有太大的欲望 所以看起来我都是瘦瘦的 一开始呢先大幅降低你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才能开始为这条路做一个好的准备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办法降低你基本开销的 那你就在后面你可能就要大幅的提高你的收入了 第二个我透过网路赚钱 那从以前开始我就很喜欢玩二手拍卖的一些网拍 从一些雅虎拍卖 然后一直玩到现在的虾皮 我都会把家里不需要的二手物拿到网路上卖 那越卖也越有心得 拍照也拍得越来越好 这收入可能很微薄 但是一方面你可以出清自己家里的东西 又可以换取现金 也是可以提升收入的其中一个方法 第三点呢一样就是变卖我的资产 就是开始卖东西越卖越大 以前其实对贵金属没有琢磨 自从我拍了贵金属那一集之后 我对贵金属开始研究 我发现我蛮喜欢这种很高单价 又可以保值的东西 比包包我还更喜欢 对那就发现我们家其实有一些黄金 那一直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呢我陆续的拿了一些东西 一些贵金属 到银楼或是到任何地方去询问它的报价 也学了蛮多东西 所以中间我有把一些黄金卖掉 正好这个时间点呢 也正是黄金出售的最高点 因为现在黄金价钱呢是蛮高 已经超过2000以上 2000以上是卖黄金的时间点 所以呢我就把一些黄金卖掉 当下很明显的感觉到 黄金真的很保值 放了这么的久 有一些黄金是家人买的 所以很早买到现在肯定是赚 从此意识到 这个东西是可以投资的 那我比较喜欢投资的是实体黄金 所以呢现在把它卖掉之后呢 之后回跌 我会再持续的做购路 前阵子呢我也把家里的车子卖掉 我们家车子呢也是老车 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家不太需要用到车子 一个月会开车 有时候没有超过三天 根本用不到车 我们出去玩的时间点真的非常少 只有在过年时间 但是呢车子的税金又非常高 再来是我也想要换一个比较安全的车子 因为那车子真的太旧 所以呢就把车子拿去卖掉了 第四个呢就是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因为我持续投资股票 那有时候呢现金会没 突然没有嘛 那没有的时候呢 我在中间有去做过外送员 外送员它的工作性质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完全是自由的 你不用受约束 今天想要做多少就是多少 再来就是我有一个满满的好奇心 所以想知道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 所以呢我就去参加讲座才知道 哇这个行业一开始就要花这么多钱啊 然后呢花完钱之后买的装备开始跑 我真的纯粹就是好玩 然后想要赚一点吃饭钱 很有趣的是 告诉自己没有现金我就去跑外送 我大概跑不到一个月 我的现金就回来了 不续解套 就没有继续跑了 所以我就把那些装备又卖掉了 而且也还蛮好卖的 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 你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或者是去找一些你喜欢 可以提高收入的兼职工作 第五个就是自由职业 那自由职业跟上一个外送师 其实也很像 那这早期呢 我没有写部落客 不过在部落客很盛行的那段时间 我是在脸书开始的 我拍影片的 我刚开始拍影片的是放在脸书 那个时候呢 加盛行的是部落客 所以呢很少有像我 把所有的吃喝玩乐拍成影片 变成影音部落客 所以那时候我们接案子的时候 全部都是部落客 只有我一个人是拍影音的 所以呢我还蛮受到瞩目 就有一些收入大概几千块这样子 就开启了我自媒体之路 如果你喜欢写文章 你就可以尝试做部落客 如果你喜欢拍影片放在粉专 或者是像现在 接下来我要讲的 就是YouTuber这个职业 在YouTuber这个职业呢 收入来自于广告跟业配收入 那广告呢 其实是它也是一种被动收入 你只要拍好影片放在那边 那只要有人观看你的广告 你就会不断的有收入 基本上是不错 但是因为有一个现象就是 只要你的影片观看 只要停滞 你的广告收入也就会没有了 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行业 哪些心得重点呢 我之后一样再开一集来 特别来讲好了 再来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 就是透过投资收入 我最大的收入呢 目前都是主要来自投资 但是在这十年内呢 我跌跌荡荡的 所以不是一直都是非常稳定 其实一直是在近两年内 我的投资收入也有更大的 大幅度的成长 也是在我刚好来YouTube的阶段性 应该这两年就是我一个 起大运的一个开始 终于在这十年把我的策略 稳定的测试出来了 但是在这十年过程中 只有在初期 我在缴学费的时候呢 是不断的赔钱 但是因为已经陆续赚回来 那投资这条路呢 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好走 就是因为呢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 所以呢 我才会想要找事情做 就会来拍YouTube 那刚好呢 两份都是我目前的 最大的收入之一这样子 除了投资股票呢 也可以透过房地产 出租 或者是一些 投资的一些被动收入 也可以呢 增加你的收益 对股票市场 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基本上就是 你要先做足功课 然后再小额测试 如果细节的话 我真的我最后再开一集 因为这个要讲 确实也蛮多的 再来就是 在这十年过程中 虽然我没有上班 所以我的时间多 别人非常非常多 那这段时间 基本上我是没有闲着的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我的头脑 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很擅长思考 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 在动脑袋的 在早期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呢 连辖空余都会去上一些讲座 一些活动网站去看 现在有哪些名人的讲座 去听人家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资历等等的 就是我不会停止让自己学习 听了大概几年之后 差不多了 刚好又摸到自媒体 所以呢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 自媒体的路 还有影片怎么拍 还有接下来未来要怎么走 所以呢千万呢不要停止学习 也就算你没有在工作 因为你任何学习的新的技能 都很有可能为你的未来再铺路 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在生活中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上班 你会一直想中想西 想要帮自己的生活 赚取收入 那有时候像拍片的 流量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股票需要等待的时候呢 难免都会有一点点焦虑 所以呢还是要去找一些 自己有兴趣的别的事情来做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 去买一些漂亮的衣服 或者是呢我自己就会去吃 好一点的餐厅 然后我是买一本很喜欢的书 为你的生活 创造一点幸福感 生活不会只有只是在赚钱 那有时候呢我也会去庙里面 我很喜欢去庙里面走走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找个人聊天 你可以去找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闺蜜 然后去谈心聊天 偶尔的释放一些情绪也是ok的 而且现在拍片拍到一个过程 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在家里真的太久了 我好久没有旅行 上一次旅行到现在应该至少有三年起跳了 所以呢近期我开始动了这个念头 我有可能呢会弄一个自己一个人的旅行 然后一样去我最爱的台东去走一走 如果有成型到时候再拍影片给大家看 第九点来总结一下 十年不上班的心得的优点 当然就是大家最羡慕的 我非常自由 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很好奇 你怎么可以这么 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是不会饿死 而且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拿钱 我完全是自己养自己 可是我要先说我现在目前的经济状况呢 只能够养活我自己 的时间是你自己安排 所以你可以自行安排你要学什么 你要做什么 完全不会受到别人给你的压力或拘束 但是呢有可能压力是来自于你给自己的 可以自己安排行程 我觉得这是自由工作者最棒的一点 基本上我觉得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自由工作者 一定都是对自己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懂得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行程 而且充实 最后来讲一下缺点 当然就是我们的收入非常的不稳定 可能这一个月很多 下一个月可能瞬间又会变得很少 收入不稳定的是自由工作者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你要做你的资金控管 就像投资一样 你要知道你的资金要怎么做 哪边放在投资哪边放在支出 还有呢因为我一天到晚都是在家拍影片 我跟社会是脱节的 这一点在我做股票的时候 一样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呢我没有到外面去跟人接触 我在外面拍片跟公司合作的时候呢 其实我还是有跟人接触的 但是因为你真的大部分时间 你都是在家 我比较不担心是因为我个人真的很爱独处 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网络上社群 会从很多的管道 知道现在最新的一些科技跟资讯 因为我要做投资 所以我不能停止吸收这些资讯 所以呢这一点呢在我身上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比较喜欢自己工作的感觉 好总结以上呢 就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个简单心得分享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一个的细节的话呢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这支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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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